怎么那么像战地的那张地图 维克岛是吧,重返维克岛 哦,比基尼环礁 1948年到1958年 在这个地方,美国在这个地方测试核 核弹爆炸,这不是那个比基尼环礁吗 1952年的一次核爆 这没核弹叫什么呀 我似乎听见了广播的声音 诶 诶 你猜猜为什么没有人 比如说他这个海嘴真懒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蓝的海水 好透明啊 好像听见倒地石的声音 3 2 什么啊 员 阿哲 低人程体验原来爆炸,没事儿了 我好热,兄弟们,我好熟 我操 好热 那我们海猫先 呜 呜 行 好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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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这个原子弹的3D 3D粒子剑膜是真不错的 这个是空暴还是海暴 还是海暴 有点热 这个方便 这这个短片这个核爆是不是花了十几半点 喂 喂,我这个岛成活了,对面那个岛没事儿我寻思 有点动漫的感觉 下面这一堆骨 这得有个 1000米吧 差不多 这个云层飘往哪儿点儿呢 哎,水扇也没变 我看 那我这只核爆的那个地方 那个叫什么啊 把所有的 跟核辐射相关的东西全封存了在了这个石板底下 这个玩儿好像再过几个年 就坏掉了 被这海水给侵蚀的不剩多少 不过你他妈站在这上面拍也有点太 真好 我估计拍这个影片的人 也吃了不少辐射 他这段影片到这应该没了 后面应该是 跟当地居民相关的事儿了吧